许多民众都知道预防登革热要避免积水容器 并且要落实寻道清刷 但为何寻道清刷这么重要 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蔡坤县表示 因为蚊子在平常就会把卵生好 而且成熟的卵可以存活6个月 一旦再次遇到适合的环境 例如雨后潮湿积水 在预水后约30分钟就可以迅速孵化为结绝 没有积水容器就没有并没蚊 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把环境中的积水容器 好好的把它整理把它清理 那积水容器很常见 我们环境中我们常用的日常的这些水桶 还有我们种花的这个底盆都是重点 那各位一定不太清楚 蚊子呢它在平常的时候就已经把蛋都生好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那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个台风下大雨 其实又加速了这些蚊虫的族群的增长 一下过雨最快七天最快七天就会变成成蚊虫出来钉我们 所以民众一定要有警觉 只要一下过雨七天内一定要加强对环境的这些积水的环境做清楚 不然七天就会有蚊虫来钉羊 那在台北市我们主要就是只有一种叫白线板纹 那白线板纹会平常就会这样子跟RUN 产在那个容器的边壁 水面大概是一公分上下主要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平常在做寻道清刷 如果我们只有做寻跟道 那其实只有做一半 所以我要非常的严正的鼓励市民朋友 一定要做到刷这个动作 为什么要做到刷呢 因为这个蛋会黏在浓气的边壁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黑黑一点点 这个就是蚊子把蛋藏在我们浓气的边壁 而这个蛋呢 如果它已经孵化了 已经胚胎发育成熟了 一泡过水大概20分钟30分钟之内就会孵出来 那如果没有泡到水呢 它可以活至少6个月 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环境中蚊子来生了蛋 6个月内都没下雨 那这个大概没有事 可是要6个月内都不下雨 或者是我们都不浇花 不积水那是非常困难 所以显然这个威胁跟这个风险非常的高 所以民众一定要积极去做 那我希望我们市民都能够动起来 让这个积水容器都能够降到最低 蔡坤县表示登革热并煤纹分布南北不同 南部以埃及斑纹为主洗在室内活动 而北部以白线斑纹为主洗在室外活动 因此北部地区除了留意人工容器积水外 还要留意树洞香蕉树等植物积水容器 另外有三种情况更容易被蚊子叮咬 那通常呢这个蚊子在盯人 它有很多的特征会吸引它 最重要的三个 第一个你的体温比较高 第二个你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味道 比如说有一些汗的味道 有一些乳酸 或者是一些微生物发酵的味道 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你穿深色的衣服 大家都知道这个深色的衣服会聚热 所以在蚊子的眼睛里面 他一看到一个深色的衣服 他就知道这个好像是有血液有蛋白质 所以他会优先去选择 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如果有到眼外去 或是到农田 或是到户外去运动 尽量穿宽松的裤子 特别是我们防疫的同仁 你一定要穿长裤 不可以穿气氛裤 也不可以穿紧身裤 然后呢 避免被蚊子叮还可以在裤子的边缘边角 涂上这个防蚊液 那有抹露的地方 一定要用防蚊液均匀的涂抹 不是只有喷上去 要均匀的涂抹 像国王的行李 把它涂一层在上面 那蚊子就不会找到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卫生局表示 北市截至9月10号 已累计40例确诊病例 呼吁一旦出现发烧 头痛 后眼窝痛 肌肉痛 骨骼痛 关节痛 初诊 恶心等等隔热症状 应尽数就医 并做好环境巡视 以及清除户内外资深员 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及其他社区民众的健康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之后 中文字幕Drive